还不够用 iPhone 14计划提供高达2TB的存储容量 通过推出iPhone 13 Pro和iPhone 13 Pro X 苹果为客户增加了1TB的存储选项 这是iPhone有史以来提供的最大存储配置 增加1TB主要是由于新的摄像头功能 比如今年晚些时候推出的视频ProOS 有消息称 随着明年iPhone 14的推出 苹果正着眼于通过提供2TB的选项 使其颇晚iPhone更加颇 这一消息称 苹果将在明年的iPhone中 采用PULC闪存 得益于较新的存储技术 它将把容量提高到2TB